妳有碰到困難嗎 滿大的障礙 因為咬字的關係 我就 如果可以的時候 我都會一直抓著 我會台語的那些朋友 然後就一直問他們說 我的咬字難也不對 我就錄一段語音訊息丟給他們 然後他們說 都不對 但是因為你是客家人 所以你剛剛在聽的時候 他問他到底發音有什麼問題 因為客家人 學台語會有一個腔 對 像我的一個親戚常常講 我肥家會經過三個綠燈 兩個縫燈 我媽媽都會說 大福草莓 我說大福 他說我說福啊 福啊 你沒說 因為他們講 我們家那個日光燈 光燈 他們安跟安會比較 因為它客家話 光是光嘛 所以它那個會分不清楚 對 會習慣客家話的發音 炎炎的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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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亮 那個客家音都沒有轉過來 但是非常可愛 我覺得 對 我每天至少都花差不多兩個小時 就是有 一有空的時候就一直練一練 但還是有一點難 不過我努力在克服 是啊 我們還什麼學閉口開口 能講好就不錯了 閉音 加油 聽老師講 我們才學這麼多 對 所以我們這個台語其實是非常 非常美 謝謝 我們請到薛忠銘老師 請做獎評 那炎梅今天選的這個歌其實是一個 我認為其實是滿好聽的歌 這個歌其實今天你唱起來呢 我個人覺得就是四平八穩 沒有什麼太大的缺點 但這個歌因為它 同樣因為這個歌沒有太大的起伏性 相對它在比賽裡面來說 就比較沒有什麼特色這樣子 但今天我很喜歡你後面那個最後 都是為了你啦 你這個情緒放開來 這一點我覺得你做的算是滿好的 那只有幾個地方 比如說 沒人請求我 它其實這個轉折 就像剛才瓜哥講 轉折它其實要快一點 也是比較慢 沒人請求我 太慢了 在台語歌來講 這個這個喰靠就有點不是那麼順 它其實那個尾音的調上來 是有一個特色的 它一定可以存在 要不然它拖太久 那個意思就不在了 要注意這些小細節好嗎 顏梅 我們請到丁曉雯老師請 對於兩個擅長於唱國語歌的選手 都同時選了台語歌來挑戰 我先給你們拍拍手 但是從 很棒 顏梅這個都是為了你 我覺得今天口氣還不錯 就是有把那個甜甜的味 也有唱到 顏梅的音準真的很棒 好 俊豪呢 今天這個歌 我覺得 因為它原來是女生的歌 你雖然咬字清楚進步了 但是你還沒有抓到台語歌的妹妹嘎嘎 所以這首歌的情緒 台語的音韻還沒有真的抓到 所以會覺得 有一點味道不夠 所以其實是有一點點差別哦 二位 但是我覺得你們挑戰台語歌 真的很棒 我其實有時候聽起來 真的滿感動的 因為在這舞台上 真的很不容易 大家加油 謝謝老師 楊老師 洪敬堯老師 好 俊豪 我覺得 你在唱副歌的時候 有唱出你自己的味道 而且我發現你在唱副歌的時候 不像氣不夠的感覺 因為你有時候在唱一些國語歌 好像都會覺得軟軟的 好像會替你擔心說 你的氣是不是不足 但是我想 比如說這個的副歌是 心愛的 心愛的 你這裡的力道都還滿夠的 所以可能是唱台語歌跟唱國語歌的發音 咬字的關係 所以你盡量去調 你如果可以唱國語歌的時候 用一些在發音共鳴上面的位置 搞不好你可以解決你氣的問題 好不好 加油 陶勳老師 來 我們接下來 看田園梅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再一次挑戰台語歌的顏梅 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謝謝八十 九十 九十 九十一 小數點是多少 一 二 恭喜得到91.2分 那很高分 91.2 幾乎都是可以挑戰衛冕者的 接下來我們看看 徐駿豪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身上有一張紅牌的駿豪 這一首台語歌可以得到的分數 是多少呢 六十 七十 八十 八十九 九 小數點是多少 得到的分數是89.8分 好 目前看這樣子寫 徐駿豪是稍微告急一下 接下來我們介紹三號參賽者 櫻雅如帶來的 我多美